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E电厂它的S component是等于负的DV over DS 所以我们也讲过如果是EX的话它就是负DV over DX等等 如果V仅仅是R的函数 如果V仅仅是R的函数 那么E的R component是等于负的 通常这个要用partial derivative 那我们这里就可以写成DV over DR 用ordinary derivative就好了 因为它仅仅是R的函数 它没有别的变数 所以就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从这个结果我们来看 如果我们的电位函数 V跟R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在R等于R0这一点 就是任意点 这一点呢 它的DV over DR是什么 DV over DR 当R等于R0的时候 就是那一点的斜率的负值 这个是斜率 那么R就是那一点斜率的负值 那么这个是切线 它斜率的负值 那么如果说这个函数 我们称它叫做连续 连续就是说 你从这边算算算算算 趋近于这里 跟从这边算算算 趋近于这里 两个值是相同的 这个叫连续 如果说这个函数 电位函数不连续的话呢 它可能是这个样子 我随便画一个不连续的 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地方当做R20 那么在这一点是不连续 因为这位函数从这边趋近于这里 跟从这边趋近于这里 两个值不一样 叫不连续 那么现在在R20这个地方呢 这一条曲线 就是它的切 它的切线就是这一条曲线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种状况之下呢 那么这个斜率就是多少 这样的一个斜率是多少呢 这个斜率是无限大 因为就说斜率就是这条线 跟水平夹角的正切函数 那么这一条线跟水平 线夹角是90度啊 90度的正切函数是无穷大 无穷大 那所以我们说 我们这里写个R20pr 所以ER等于负的 DVR over DR 当R等于R20pr的时候呢 等于无穷大 这是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 这是VR 不连续 有这个结果 那么电厂在这里是无限大 电厂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有一个正电荷 在那一边呢 它受的静电力是无 静电力就是电厂 那电厂是无限大 就是说点电荷 单位正电荷在那里 受的力是无穷大 那我们知道电厂啊 都是有限值啊 或者说一个电荷受的力啊 受电厂的力 电厂是无限值 是有限值 那么它的力也是有限值 那么 不可能是一个无限的 就是说你有限的电厂 因为电厂是由电荷堆积产生的啊 我电荷堆积在这个地方产生的电厂 总是有限的 不可能是无限大 因此呢 我们说一二等于无穷大 在这个地方 这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的话 那就是这个不可以 这个式子不成立 这个式子不成立就是 VR不得为不连续 VR不得为不连续 因此 V一定要是连续 OK 啊 这个式子 我们说是不合理 所以 电位 电位 函数 啊 必 须 为连续函数 必须 有连续 性就好了 啊 必须有连续 性 这很重要 我们 等一等的 做好几个例题啊 都需要啊 这个 你们把这一题跟正一下 上一次 因为我讲义上 这个字太小了 二分之五 我看成二分之三 这个都是二分之五 把它赶快改一下 我等等要把这个 擦掉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 例题 这个例题 我们曾经 求过电厂 就是说一个 表面上带有 连续电荷Q的 一个表面电荷 我们要求 它在任意位置 任意位置 R这一点 所产生的 电位 于电厂 我们现在要求 批点的电位 于电厂 那么我们 同时要求电位 跟电厂的时候 我们就看一看 是电位容易呢 还是电厂容易 这一题目 这是连续分布的电荷 它的电荷有对称性 球状对称 我们可以用高斯定律 求电厂 那很容易求 你没有用高斯定律 求电位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先由高斯定律 把电厂求出来 然后 再来求电位差 好 我们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 有 高斯定律 你把这个写一下 DA 有的书上是用DS 它是代表面积基数的意思 由这个式子 我们解出来了 我这不再解了 得 电厂 它是等于 4 我们求过了 我们求过了 所以我就直接写出来 如果哪一天你在某一个地方遇到一个考试 你要 你就不能直接用这个式子 你要把它用高斯定律 你要把它用高斯定律求出来 这个结果 OK 好 现在我们有这个结果 那我就由这个式子 求电位 电位差 VA VA-VB 要等于 电厂 的 线积分 线积分 我们可以用DL 也可以用DS 我们上次用S 对不对 好 那就是A到B 这是线积分 好 那现在 我们把这个当作第一式 我们先求R大于大R的时候 R大于大R的 的范围 这个范围呢 电厂是这个 电厂是这个 电厂 是等于 4πY0R平方 分子QR 我们把这个代入第一式 代入第一式 那我们就得什么 得VA-VB 要等于 我们可以把常数项拿出来 4πY0分子Q 里头呢 就是R平方分子1 R R DOT DS 好 这个从 A到B A到B 那我们 看这个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这个就变成Q 2 over 4πY0 这个就变DR了 从RA到RB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当我这么写的时候 什么叫VA 什么叫VB A点跟B点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你这么写就没有意义 那我们一定要在图上面 那我们一定要在图上面 把这个A跟B 到底什么意思 把它表示出来 意思就是说 它现在 它在这一点产生的电场 是这个方向 这是电场 如果我们现在 把一个单位振电荷 从这个地方 圆这条路 把它推到这里 这就是A点 这就是B点 A点的电位就是VA B点的电位就是VB 好 那这个就是 我们那个 积分号里头的RA 这个 就是积分号里头的RB 那DS是什么东西呢 DS 这个是R Univector DS就是路径上面的一段位移 就是这一点的切线方向 切线方向 当它从A点到B点的时候 电场做的工 就是这样的表示法 所以你有图 你就那个地方写的符号 人家才看得懂 好 那现在我们这个积分很容易 我们积了好多次了 这个积分就是等于 4Pi Y0Q R A分之一 减掉 R B分之一 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 是A点跟B点的电位差 我们要求的是P点的电位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用设定的 设定 我现在就设定说 某一个位置 我让它电位等于0 你怎么设定才最好呢 你要参考这个式子里头 式子里它有个R 都是在分母 如果分母是无限大的话 这个分数就是0 因此我们就可以设定 R B 去无穷大的时候 V B等于0 就设定这一点的电位 就是0 OK 好 那么 当R A等于R的时候呢 V A就是这一点的电位 好 我们把这个值带进去 V A 减V B 要等于 4Pi Y0 分之Q R A R分之1 R B 无穷大分之1 那这个就是0了 因此呢 我们就得到V是等于 4Pi Y0 R分之Q 那也就是说 当我设定 无穷远的地方 电位等于0的时候 那么距离 这个球 心二远之处 它的电位就是 这个值 OK 好 那么这个值是什么呢 当P点 P点 的位置 它是 比这个球体 球 壳的半径 要大的时候 有这个值 好 那现在我们要问 当R小于大R的时候呢 我们底下要做R 小于大R之范围 它的电场是0啊 电场是0 好 你把这个值 带入 第一试 带入第一试 我们就得 VA 第一试 现在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AB2点呢 是在这个里头 在这个里头 这A点跟B点 哎 A点跟B点 你可以重新画一个图啊 说这AB点 是在这个里头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说 带入第一试 VA 减 VB 它要等于什么 等于电场 DOT DS From A to B 要等于0 为什么 因为电场是0嘛 电场在这个里头 处处是0嘛 所以它的积分 都是0嘛 就是说它作用在 单位振电荷上面的力 等于0嘛 那它做的工就是0嘛 那意思就是 在这个里面 VA 要等于VB 你随便取两点 电位都相同 你取这里 跟这里相同 你取这里 这里也相同 那就是说 不管你取在哪一点 电位都相同 对不对 都相同 那么电位要等于 都相同的话 就表示说 在里头的话 电位是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就 等于这个 我们另 VA等于VB 等于V 这是一个 常数 那么这个常数 是什么东西 这个常数 是什么 我们给它设一个0好了 V0好了 这常数是什么 你不能说它是常数 这常数是多少呢 你要知道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知道呢 我们要用一个技巧 就是说 我在表面上的时候 表面这一点 是属于球里头 还是球外头 球颗内 还是球颗外 如果你站在那个门那里 一个脚跨在教室里头 一个脚在走廊 那你说你是在教室外 还是在教室内啊 都算 对不对 都算 所以这一点呢 也算里面 也算外面 既然算里头 又算外头 那它的电位值啊 里头我们不知道多少 外头知道啊 外头我们不是求出来了吗 对不对 外头就求出来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是用 电位的连续性 就是说 里头跟外头 在交界的地方 这个电位是相同的 连续的 你说这个 又是里头又是外头 那这个就是 连续的 如果你是 站在这个窗户上面 窗台上 一个脚在 在这个窗户里头 一个脚外面啊 没地方站 你晓得吧 那个就不连续了 你说外面 等不等于里头啊 不相等哦 那个potential不一样 那么因此我们 有电位的连续性 得知 得知 好 V V0 V0 它又是里头 又是外头 里头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外面 外面 外面就是这个 4π Y0 R 分子Q 当R 等于 大R 的时候 就是它 在这个 表面上 的时候 好 这个值应该 等于这个 那么这个值 是什么呢 它就是 4π Y0 R 分子Q 好 这个是 R 小于 等于 大R 的时候 你看这个是 大于 等于大R 这个小于 等于大R 那就是说 它们两个 是可以等于R 再等于R R等于 小R等于 大R的时候 两个值是一样的 那因此 你就得出 这个值来了 电位就是 这个值 因此呢 你最后就把 这个答案 写一下 因为这个 有四个答案 对不对 四项 所以我们就 说电场 它是等于 4π Y0 R平方Q R R大于 大R 好 这个等于 0 R 小于 大R 好 电位 里头是 4π Y0 Q 分子Q R 大于 等于 大R 这个是 4 4π ε0 R 分子Q R 小于 大R 这个连续 这个不连续 现在我们把这些函数 1对R 跟V对R的函数 我们画出来 看一看 这个函数的特性 OK 如果这个是 我们那支 球壳 好 我们球的电场 1 对R的函数 我们画在这里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 小R等于大R的时候 好 那么在球内部的电场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一段 小于大R里头 电场是0 看到没有 电场是0 一旦大于大R以后 这个电场就随着 小R的平方 递减 这样子的 所以你这里可以写说 这个1呢 等于0 这个地方是1的大小 等于4Pi Y0R平方 分之Q 这里不连续 那我们就发现 因为这个上面有电荷堆积 所以遇到有一个电荷的一个 一个脖层的时候 有一层电荷的时候 在电荷层的两侧 电荷不连续 不是电荷不连续 电荷不连续 因为电荷 这边 产生电荷朝这边 在这边产生电荷朝这边 所以它不连续 这个要记住 然后我们看电荷 电荷函数 电荷函数 这里还是R 那么电荷函数呢 在R小于大R的时候 它是一个常数 是一个这个常数 一旦大于大R的时候 它就随着R的1次方递减 随着R的1次方递减 那么这个地方 是V等于 4PiY0R分之Q 好 这个地方呢 是V等于 4PiY0R分之Q 这个地方是连续的 在这个地方是连续的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题 这个例题的电荷 我们也求过 半径为R的一个球体 里面呢 有连续的电荷分布 这个电荷总值是Q 那现在我们要问 它在P点产生的电位 是多 电位跟电场是多少 我这个话写一点 OK 好 那现在我们要问 距离球星R远之处 有一个P点 球队的电位 与电场 这是属于连续分布的电荷 我们可以用积分球 电场 也可以用高斯定律 球电场 但是你要求电位的话 只能用连续分布的 球电位 当然球电场比较容易了 对不对 它用高斯定律 好 那我们就先由高斯定律 得到电场值 电场是什么呢 它是等于4πY0R平方分之Q R大于大2 那么里面是等于4πY0R的三次方QR 这是R小于等于大2 那现在我们就用这个值来求它的电位 带到V A-VB 那么我们就写VA-VB 是等于电场的线积分 从A点G到B点 你也可以把这个写成E 我们说现在R大于大R 是范围 电场是等于 这个 好 我们代入E 得 这里头 像刚刚我们倒的时候 用多少space 你就留多少space 我最后把这个结果写出来 V呢 就等于 4πY0R分之Q 就是R大于等于大R 所以第一部分都一样 第一部分都一样 那你在做的时候 你做的时候 当然要写了 我现在是说你在抄的时候 回去再抄 你还是要把这个写出来 你不能够只是写这个 不能够只写 式子 然后图上面 式子里头的符号 根本就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十个人写十个符号 十种符号 好 那我们说这是A A点 这电位是VA 电位是VB 这个是RA 这个是RB 那么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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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R 这是电场 那么DS 就是这个方向上的一个 位移 你要有图 一定要有图 好 现在我们呢 就看R 小于大R的时候 R 小于大R 的范围 那么电场是 这个 好 我们把它带入 第一式 我们就得 VA 减VB 要等于 我们把常数项都提出来 常数项 4 Pi Epsilon Zero R 三次方 Q 提出来 那里面呢 里面就变成R R Univactor DotDS 我就直接写了 本来应该是这样子 我就直接把这个写成DR了 OK DR 从RA 到RB 那这个积分很容易 R的积分就是 二分之一R平方 你把你把这两个带进去的话 它就变成 8Pi 8Pi Epsilon Zero RQ 分之Q RB平方 减掉 RA平方 这个只是这个里头 这个只是这个里头任意两点的 电位差 A点 B点 这两点的电位差 那我们现在要求什么 要求电位啊 那你可不可以再设定说 我设定RB在无限远 电位等于零 可不可以再设这么设啊 不可以了 因为你外面已经设过了 外面无限远的地方 在第一部分是设过了 它的电位等于零 那这个RB RA 这个里头的RB 它不得大于大R 不得大于大R 它不会再无穷远 你也不能再设定另外一个 电位等于零的level 不可以 所以呢 我们只能用什么 有电位的连续性 我说 假如这个B点是在表面的话呢 它又属于里头又属于外头 那电位有连续性 所以里外的电位相等 既然相等的话 我里头的函数不知道啊 第一位函数就是要求 我还不知道 但是外头我知道了 我可以用外头的来求啊 来求这个点的电位啊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link RB等于Capital R RB等于Capital R 好 那么 V RB如果在这里的话 那么 VB 这一点的电位 就可以用外头的电位来算啊 外面的电位是这个 它是等于 4 Pi Y0 R 分子Q R 等于Capital R 那你把这个R 变成大R 那它就是 就是这个值啊 4 Pi Y0 Capital R 分子Q 好 这个是 VB 等于这个 VB等于这个 好 那我们再link RA 就是在 里面任意一点 在小于大R 就是 这个是小于大R 里面的任意一个位置 那么 这一点的 VA呢 就是V 就是求里面任何一点的电位 好 我们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头去 它就等于 VA VB就是V VB就是这个 VB就是这个 Pi Y0 R分子Q 好 要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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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Pi Y0 R三次方分之Q 然后 RB RB就是大R 大R 那么 RA就是小R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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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于这个 好 现在我们看 这一项 如果我分子分母同乘2 那就是 8Pi Y0 8Pi Y0 我再分子分母同乘R平方的话呢 那这不就是变成8Pi Y0 R三次方 上面呢 就变成2QR平方吗 这也是QR平方 所以 所以 这两项是一样的东西啊 我们搬过去 简直就变成加的 所以 我们就可以得 这个就变成 8Pi Y0 R Q 分子Q 这个加两倍的R平方 就变成R 三倍的R平方 好 这个 10 就是R小于大R的电位值 好 现在电场电位我们都求过了 我们把他的答案写出来 把他的答案写出来 OK 好 答 电场 是等于 4Pi Y0 R平方分子QR 好 要等于 4Pi 好 电位 和小于大R的是 等于 8Pi Y0 R R cube 分子Q 三倍的R平方 减掉R平方 好 这是R小于大R 那我们看 电位是连续的 电场也是连续的 刚刚电场不连续 为什么 因为它是 因为它是有一层电荷的 电荷的一个很薄层 遇到一个电荷的薄层 以后记得 如果有一个电荷薄层存在的时候 这个薄层两边的电场不连续 OK 好 那现在我们重样把这个图画一下 我们把这个画掉 你们重新画一个 我也重新画一个 很快的画一下 它是里头都有电荷 好 我们从球形下来 这是大R 好 电场 在R小于大R的时候呢 电场 它是跟R的一次方程正比 这些都是常数 跟R的一次方程正比 所以它是一条 经过圆点的直线 所以它是这一条直线 好 一旦大于大R 它就随着R的平方 下降 好 这样子的 OK 好 那么 我们可以把这个 写出来啊 好 这个一 是等于 4π ε0r3 这个 这个一呢 它是等于 4π ε0r平方 分之Q 好 现在我们看它的电位 Electric Electric potential 小于大R 小于大R 小于大R的时候 它是 V跟R小R的平方 成比例 这是一条 抛物线 这条抛物线呢 是这样子的 这条是抛物线 那么大于大R的时候呢 它随着R的一次方 Decay 随着R的一次方 衰减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 这个地方就是 V要等于 8π ε0 R 3 分之Q 这个 这里是V 要等于 4π ε0 R分之Q 你看这是 连续的 这个地方 这里啊 R A等于R 对对对 我写错了 好 我有什么比误 什么 马上要讲 就不会 不会说 我下一次要更正 我常常会 会写错东西 好 那么我们再看第三个例题 这是一个圆柱导体 圆柱导体 它有电荷均匀分布于它的表面 它每一公尺是Lamina cool 我们现在要问 从它的轴 离它的轴 小R远之处 有一个P点 P点的电场跟电位是什么 还是求P点的电场跟电位 这个也是连续分布啊 电荷座连续分布在它的表面 那我们知道 这个可以用高速定律求电场 所以求电场比求电位要方便得多 我们就从电荷的分布来求 有高速定律求电场 好 我们说有高速定律 得 这个我们做过了 所以我就直接写 电场是等于 2 Pi Y0 R分之Lamina R Univector R大于等于大R 它等于0 是R 小于大R 我们做过了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知道电场要求电位呢 我们就先求电位差 电位差 我们就游 V A V A V B V B E dot D S 从 A 到 B 好 我们算 第一次 我们现在 就看外面一点的电场 电位 它的电场 是等于 2 Pi Y0 R分之Lamina 这个值 好 我们代入 第一次 它就得 V A 减V B 我们把常数项提出来 2 Pi Epsilon 0 分之Lamina 这个是R分之1 R Univector dot D S 就是DR 好 从R A 到R B 你图上还是要画出来哦 要不然那个符号随着看不懂 不晓得你在写什么东西哦 好 那我们就 这个A点好了 它的 电位是V A 这个是B点 电位是V B 这个是R A 这个是 R B 那电场是这个 它是圆着R Univector的方向 这个是R Univector的方向 这个是P点 P点 DS呢 就是切线的方向 DS 好的 那现在 这个积分很容易啊 这个积分就等于什么 R Pi Y0 Lamina Natural Logarism R B Over R A 好 这个值啊 只是电位差的值 但我们要的是电位的值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设定 设定 你设定一个地方啊 对我们 能够分辨电位 很方便的 假如 你回想说 前面两题啊 我们都是取无穷远的地方 电位等于零 那这一题大概也是这样子咯 那是不是一定要取无限远的地方 电位等于零呢 你取看看 取了以后 你会发现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设定 R B Approaches Infinity 这个先不要写 这先不要写 V B 等于零 那么 R A 等于R V A 等于V 这些都可以写 这个先不要写 你把它带进去啊 有什么结果啊 什么结果啊 那就是 V A就是V啊 V B就是零啊 那V就等于 2 Lamina over 2 Pi Epsilon Zero Natural logarithm R B 是无穷大 R A 无穷大 R A是A 你看这个字是什么 在R2远处的电位是什么 无限大 那这个字就是说 你一旦假设 无限距离的电位等于零的话 那么使得有限距离的电位 通通是无穷 通通是零 通通是无穷大 那就说 你设定好远好远 电位等于零 那么 这个电位 跟这个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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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是无限大 你分不出来 我们求电位是要干嘛 为什么要求电位啊 就是要分辨这些点 它电位的高低 对不对 你现在设定一个标准 使得我有限远的地方 电位的高低都分不出来了 那我设定它干什么 就好像说 我考试的时候 考好简单啊 每个人都一百分 那谁比较用功 谁吸收更多东西 我都分辨不出来啊 对不对 好 那所以 这样不好 不一定要在无限远的地方 令电位等于零 我可以令 RB等于任意位置 R0 R0的时候 它的电位等于零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变成R0 这就不是无穷大了 你现在R是一公尺 跟R等于五公尺 这个V不一样 对不对 V的值不一样 那通常啊 有一种很常设的就是 这R0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圆柱的半径 你设在圆柱半径的 就是圆柱的表面电位等于零 一般都是这样 R0等于大二 R0等于大二 那这个地方电位等于零 那我现在是用一个任意的值 好 现在我们来看 里头一点 电场 是零 好 这个时候 我们 带入第一式 电场是零 把它带入 第一式 Va 减Vb 这个是零 那么积分就是零了 对不对 在里头的话呢 你要另外画一个图 A点跟B点 就是说我随便画一点 A点 B点 结果我就跟第一题情况是一样 VA等于Vb 等于V0 这个是一个什么 常数 就是说圆柱体里面任何一点的电场都是常数 这个要注意 以后你做题目 假如是导体内部的话 它的电场如果等于零 导体内部电场一定是零了 那它里头的电位就是相等 就是等电位 这个时候这个电位 这整个Volume就是等电位 等电位叫做 这个 Equipotential Volume 叫做等位体 如果表面上的电位都相等 叫做Equipotential Surface 叫做等电位的表面 那现在 等于常数 那这个常数等于什么呀 好 我们有电位的连续性 得 你在表面上一点 也算里头 也算外头 那么 有电位的连续性 里头跟外头 跨这个地方的话 它的电位要相等 那里头我不知道 这个常数是什么 但是外头 我已经知道 它的函数是这个东西 那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 另 RB 等于Capital R 那VB呢 就等于这个 VB就是V0了 就是V0了 它就等于 Lamina 2 2Pi 2Pi Y0 R0 OverCapital R 不是 我们先写小R 那R等于Capital R 所以我们先写小于 所以我们就知道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或者 那就是V0 就等于 2Pi Y0 Lamina Natural Logarism R 就是R 就是R 小于 等于 大R 你看当初 如果你是 R0 是大R的话 是表面上的电位 等于0 那么内部的电位呢 通通是0 对不对 R分之R 1 Log1 等于0 好 这三个 为什么我要举这三个例题呢 它有一个很重要 里头让你看到 电厂什么时候不连续 电位 一定要有连续性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 当电荷 是有 分布在一个有限的区域 像一个 球体 球的表面 或者一个球体的内部 不是电荷都分布在有限的这个区域里头吗 这个时候你可以设定电位在无限远 等于0 但是如果电位是像这种的分布 电厂 电荷是这种分布 它无限长的一个导体上面 它单位长度是那么大 无限长的话 它的电荷种子有多大 无限大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的电荷是分布在无限大的一个区域里头 千万注意 你不可以假设 无限远的地方 电位等于0 不可以假设 不可以假设 那这一点 它重要性在哪里呢 重要性就是 我们现在要 假如 我们的电荷 分布在 有限远的话 有限空间 分布于有限的空间内 那电位可以用这个狮子球 你不要这么设定也可以 你可以用这个狮子球 那么这个就是 4π Y0 R分之 DQ 那么 层上 我们这个积分 D R 应该是 看看 这个从 我们以前讲过 你如果是取一个 DQ的话 那么它到 P点的距离是R 那么在P点 产生的小电位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 小电位 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 这个时候你可以 这个时候 每一个 电荷基数 产生的电位 这总和就是 总电位 那么你可以从 比如说 从这个 A点 到B点 那现在我们呢 假设 从R 到 无穷远 或者 有的书上 是这么写 负的 无穷大到R 你把这个 颠倒一下 负负得正 还是这个 直接可以用这个式子来做 直接可以用它来做 但是 如果 如果你这个 电荷分布于 无限大的空间 就不可以用 我们现在写这样子好了 从R 到R 等于大R 好了 R等于无穷大 到R R远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做 也可以说 或者是说 你这个电位啊 如果你不知道 电荷的分布 那你知道电厂也可以 或者是 你这个写个后 这个 写过来 V V 是等于 E DOT DX 从 R 到 无穷大 或者是 负的 E DOT DX 从无穷大的地方 到R 你知道 你知道电厂用这个球吗 你知道电荷分布用这个球吗 电荷分布的这个式子 V等于这个积分 对不对 我们有讲过这个 这个只能用在电荷分布于有限的空间 电荷分布 电荷分布于无限的空间 不适用 OK 好 那个 那个 不能直接用这个来积分 不能 不能积分 好 那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我不去解了 你们自己看得办 回去啊 赶快 做一做 比如说 比如说 我这里有一个 随便怎么分布了 你说是Q分布在R也好 分布在这个里头也好 或者Q呢 我们就让Q分布在这里好了 好 那现在外头啊 我有一层的这个 导体 球壳 有一层球壳 导体球壳 我弄一个厚一点的好了 这个是导体球壳 随便举例啊 这个是A 这个是B 好 现在要你球 这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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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空间的电厂是什么 好 OK 你去去看 还有就是 这里有Q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表面 这个导体 内表面的电荷 是多少 总电量是多少 外表面的总电量是多少 求出来 哈 再求什么 求 这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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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电位是什么 当然很长了 但是你如果做一遍的话 你的观念会 会 加深很多 你回去自己做 我这么讲 你都没有动手啊 都没有写出来啊 我要你求什么 你都 还记不记得啊 这几个区域的电厂 这个导体表面 跟这个导体表面的电荷 这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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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区的电位 回去做啊 像这种问题呢 你如果求电位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做 你各区的电厂 都求出来了 对不对 他就可以从大二 零到大二 大二到A A到B B到无穷大 好几个积分 因为每一段的这个电厂 都不一样嘛 做做看啊 好那现在 我们就看下面一张 电容器与电容 电容器与电容 电容器叫做capacitor capacitor 电容叫做capacitance capacitance 好 什么叫电容器呢 就是凡是有两个 互相绝缘的导体 它就这个系统 就成为一个电容器 你把它写下来 两个导体互相绝缘 它就是一个电容器 就是一个电容器 ok 像什么呢 像我们常用的 有平行板电容器 平行板电容器 这平行板 这两块都是平板 还有一种 也是常用的 就是 同轴圆柱体 圆柱壳 同轴圆柱壳 电容器 这两个是 半径不一样 圆柱壳 同轴的 球壳 还有一个是 同心球壳 一个是 同轴圆柱壳 同轴圆柱壳 这三种 我们 非常的常用 它当中 这个导体 跟这个导体当中 有 界电质绝缘 像空气 或者是 什么 厚纸板 也可以 云母片 都可以 这也是一样 两个球壳的当中 有绝缘体 那就是 电容器 这个两个圆柱壳当中 有绝缘体 它也是一个 电容器 当我们把电容器 接到电路上的时候 它就会自然的 一个导体带正电 另外一个导体 就带负电 这个导体 我们称它叫做 脊板 因为有正电 负电 就是正极 负极 比如说 你这个如果带正电 这个就是负电 这个是正电 这个就是负电 你这个如果是正Q 这个里头 外壳就是负Q 这个内圆柱壳是正Q 外圆柱壳就是负Q 你接到电路上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除非你不是接到电路上 我故意给它一个 不同的电荷 那是另外一回事 它接到电路上 就是带 等量相反的电荷 当它带有电荷的时候 这两边就会有 电位差 这个地方就会有电位差 这个地方就会有电位差 这个时候的电位差 我们称它叫做电压 叫做voltage voltage 你有Q 正Q 负Q 就有voltage 你Q的值越 绝对值越大 那么电压的值也越大 电荷的绝对值越大 电压的值也越大 那我们就发现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就是一个电容器上面的电荷 绝对值 与两个集板的 电压 比值 等于一个常数 这个C呢 是一个常数 所以任何 电容器都有这种特性 它所带的 两个集板上的电量 绝对值 与两个集板的 电压 比值 永远等于一个常数 那这个常数 我们就称为是 这个电容器的电容 C 称为 电容 电容器的电容 你拿一个电容器 就是 就是那个电容 那个电容器的电容 OK 称为电容 那么单位呢 C的单位 我们可以由这个导出来 这个导出来 它的单位就是 Column Per Volt 每一伏特 每 身高一伏特 需要 需要 多大的 一个 电压 电容的 一个电量的绝对值 那么我们就另 一个新的单位 一个F 等于一个Column Per Volt 这个F叫做法拉 F 它是 Ferret 简写就是F 中文叫做法拉 叫做法拉 但是法拉这个量啊 这个单位大得不得了 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啊 就是 我们全世界 找不到有一个工厂 一个做电路 原件的工厂 能够做出一个电容器 它的电容是一法拉的 做不出来 没有那么大 那通常我们所用的这个电容器啊 都是百万分之几 法拉 百万分之四 百万分之八 等等啊 这些 数量 这些数 所以我们呢 就有比较小一点的单位了 像是 一个 一个 μF 一个 μF 它是 10的 6次方个法拉 还有 一个 Picofaran 它是 10的 -6 -12次方个法拉 OK 以前呢 以前 是写成 一个 μμF 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啊 课本都是写一个μμF 两个μ不就10的 -12次方吗 所以以后你们 如果在考试 外面去参加什么考试的时候啊 如果题目上有μμF 你就知道是Picofaran 你不要以为它打错了 多打一个μμ 你把它杠掉 那你就少了100万 好 那么 这个是电容器的电容 好 现在我们 看 我们刚才说 两个导体 只要绝缘 它就是电容器 它不要带电 它就叫电容器 那现在我们说 我这个导体做好了 要求它的电容 你怎么求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 举一个例子 我们要求 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结构啊 画出来 它两个平行板 我们画成这样子好了 就画成两条线 其实它是两个平面 那这个距离其实很小很小 这个距离要用毫米 比一毫米还要小 这么小的一个距离 我这里要放大一点 我们才能看到内部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平行板电容器 我现在怎么求它的电容啊 我只知道什么呢 知道极板的面积 还有这个极板 两个极板之间的距离 以及这个当中的绝缘体的性质 我要求它的电容 怎么求啊 我们先假定是空气绝缘 怎么求 我们就有电容的定义 我们说电容等于什么 Q over V Q是什么 Q是这两个极板各带正Q复Q Q是它的绝对值 V就是这两个极板的电压 电压就是电位差了 两个极板的电位差 就是极板的电压 这个好 因为啊 电它的定义是这个 可是它又没有V 又没有Q 我怎么求啊 没有这个你就没办法求 于是我们就只得先假设 我们先设 二极板 分别带有正Q 与负Q之电量 假设 好 我现在假设说 这个带正Q 这个带负Q OK 好 那么我假设这个 我要求这个 假如这里带正Q 这里带负Q 它的电位差是多少呢 电位差是多少呢 好 我们就要求电位啊 对不对 好 就是这个电压 这个电压就是电位差 电位差 电位差怎么求啊 我们前面不是刚刚才用过很多次吗 它是等于 E Dot Ds From A to B 我假设 我假设定这个是A点 这个是B点 它是等于从这里到这里 之间 电厂的线积分 我设这个叫做一是 这个二是 你要想积得V 你一定要知道电厂啊 这个时候的电厂是什么呢 我们 我们 就要用到 我们上一次求过的 一个立体 我们上次不是说过吗 两个无限大的导体 无限大的导体 一个带正Sigma 一个负Sigma 这个当中的 电厂嘛 对不对 好 现在这个不是无限大 不能用啊 不是无限大 不能用 那个时候是无限大 好 那不过我们说 虽然不是无限大 但是因为这个D 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那就说 这两个靠近的不得了 所以呢 你在当中这个地方 当你的眼睛靠近 这个黑板的时候 你以为黑板无限大 因为你看不到上面 看不到下面 好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板呢 视为是无穷大 实际上不是 那么 它当中 这个很小很小 它当中的电厂 就跟我们上一次讲 无限大两个 导体板之间的电荷一样 是一个均匀的 都是sigma over epsilon zero 均匀电厂 除了这个地方都是 除了什么 边边一点以外 边边有一点不是 那么其他都是 在边边的很少数 所以我们说 由于 第一 非常小 非常小 那么 几板的 可将几板视为 二几板视为无穷大 当作无穷大 那就实际上 它不是无穷大 非常小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上一次的结果 麻麻糊糊用 那么 那么 二几板 二几板间的电厂 一 它就等于什么 等于sigma over epsilon zero 我们用x方向 你现在可以在这里 设一个坐标 0 这是x轴 这个是x等于d 可以麻麻糊用这个 麻麻糊用这个 那我们就说 你这个sigma是什么呢 我也当作电荷分布 是一个 均匀的分布 所以它就变成 q over a 乘 epsilon zero 变成这样子 好 把这个式子 带入第二 那我们就得 v是等于 e dot ds q a epsilon zero x dot ds from a to b 那这个就变成什么 q over a epsilon zero 可以提出来 这两个a 倒着就变成da dx 那x从0到d 那这个g出来 就是什么 就是q d over a epsilon zero ok 好 那我们再把这个式子 带入第一式 v是等于q over v 所以它就等于 epsilon zero a over d 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 是这个值 它跟电压 就是电压 不是 这个写错了 是电容 电容 跟极板的面积成正比 跟两个极板的距离成反比 这个是常数 用epsilon zero 它是根 因为它是空气 所以这个是鱼 有时候不是epsilon zero 你不是用空气 就不是这个 所以它与什么有关呢 绝缘材料有关 还要记得 电容器的电容 是跟极板的 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 跟极板的面积成正比 两个极板的距离成反比 与 绝缘材料有关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跟它带多少电 它的电压是多少无关 你看这里有没有电跟电压 有没有 没有 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 就是这个样子 等于我们会看到另外别的一个电容器 形状的电容器 它的电容又不是这个形态 因此电容器的电容是跟它的形态有关 跟它的形态有关 跟它的大小有关 与绝缘材料有关 与电压跟电荷无关 好我们看第二个例题 同心球壳 同心球壳 电容器 之电容 好我们画一个 同心球壳电容器 都是球体啊 我画的不好 这个是RA 这个是RB 好这个当中用空气绝缘 求这个电容 怎么球啊 还是一样啊 由这个C等于Q over V 由定义来看 好我们现在假设 两个球壳分别带正Q与负Q 那我们就求V 好B是电压 好B是电压 它可以用电厂的线积分来做 好A点到B点 那我就假设这个是A点呢 这个是B点呢 那要求电厂 这个电厂可以用高式定律做 那么电厂呢 我们由高式定律 高式定律 你把高式面 坐在这里 坐在这里 把高式面坐在这里 高式面坐这里 高式面 好那么这个是 好那么这个是高式面的半径是R 那我们就可以得高式面上面的电厂 是等于 我们是假定 这个带正电 外面的壳总电量是负Q 这个R 它是 大于RA 而小于RB 就是两个壳当中的电厂 好我们把它带入 第二式 带入第二式 我们就得电压 是等于 四拍 常数先提出来 R平方 漏掉了 从RA 到RB 那这个积分呢 它就是等于 四拍 Y0 分之Q 然后 RA分之1 减掉RB分之1 然后我们把这个带入 第一式 带入第一式 我们就得 capacitance 是等于Q over V 你看把V 除过来 其他的拿过去 它不就变成 四拍 Y0 RA分之1 减掉RB分之1 好我们把这个分子分母通 把这个地方通分一下 这就变成RB 减RA 然后是 4π Epsilon Zero RARB 这就是它的capacitance 你看这个capacitance 它的 值 的形态 跟平行版电容器 都不一样 平行版电容器 是这样子 同心球颗电容器 是这个样子 但是它们都是跟什么 电压无关 跟电量无关 只跟什么有关 形状 同一个形状 又跟这个大小 有关 跟这个大小 就是它的规格有关 还有跟什么 跟 绝缘材料有关 这个是 同心圆柱体 同心球壳 好我们再看一个 单一球体 也可以看成是一个 电容器 单一导体球 应该写 单一导体球电容器 好我们画一个 单一的导体球 半性是R 它就是一个电容器 你说奇怪 你刚刚不是说 要两个导体 互相绝缘 才是电容器吗 现在单一导体 怎么会是呢 原因就是 我们可以当作 在这个球体的外面 有一个半径为 无限大的球 的导体球壳 把它包住了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 它被一个半径为 无限大的球壳包住 这个半径呢 我们当它是 无限大 你看不见 它在无限远 看不见 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也是 跟刚刚一样 用同样的方法 这个是Q 这个是负Q 那这个是V 这个是V V等于0 那么它的capacitance 就是这个 capacitance 你可以用这个值 但RB变成无穷大 RA变成大R的时候 所以它就等于什么 4π ε0R 这个就是它的capacitance OK capacitance 好我们再看一个常用的 铜轴 导体 圆柱壳 电容器 电容器 我把它划成这样子 高是H 好这个 这是内 内壳 好这个是RA 这个是RB 高是H 用空气绝缘 这样的一个电容器 怎么做 做法还是一样 我们先由这个地方 C 等于Q over V 好我们假设 内外壳 分别带正Q与负Q 好 订阅 呢 电量 那我们就要求电位差了 求Voltage电压 好电压我们还是用这样做 E.DS from A to B 我假定这是AB 好第二次 那我要求电厂 电厂怎么求呢 我们以前求过 无线长的圆柱导体 表面有电荷的话 距离它的轴二远之处的电厂 我们求过 不那时候是无线长 无线长的话 我们可以用高斯定律 现在不是无线长怎么办呢 我们说虽然不是无线长 但是因为这两个半径差不了多少 差得很少 这个当中的距离 不像我画的这么大 很小很小很小 当这个距离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 那么它当中的电厂分布 就跟无线大的圆柱导体的电厂几乎一样 除了在这两端稍微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因此我们就可以妈妈糊糊的用 无线长圆柱导体的结果 所以我们说 因为二可 尖至距离 极小 极小 当中的电厂 与无线长圆柱导体产生的电厂 是类似 就是相差 不多 二可 可视为 可视为 就是它并不是百分之百是这样子啊 可视为 有 无线长圆柱导体 圆柱导体 产生者一样 可视为 你这句话 一定要写 不能够不写这句话 你就直接把无线长的 导体上的电厂 直接用上来不可以 因为它不是那种状况 只是近似 近似而已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 这个一呢 它是等于 2Pi Y Y Y R 分之 Laminar 那么这个 R 是在这个当中 那么这个Laminar 是单位长度的 电量啊 它现在总电量是Q 长度是H 所以这个Lamina就可以当成Q over H 2πY0R 好,我们把这个代入 第一次 代入第一次,我们就得V要等于 把常数项提出来 2πY0H分之Q R分之DR 从RA到RB 那这个值算出来 它就等于 2πY0H分之Q 这是natural logarithm RB over RA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代入 第一次 求capacitance C 等于Q over V 把V拿过来 这些拿过去 它就等于 2πY0H over natural logarithm RB over RA 你现在看 这个capacitance的值 它的形态 跟前面几种都不一样 对不对 跟平行板电容器的形态不一样 跟同心球壳电容器的形态也不一样 那么因此我们说 电容器的电容 是跟它的形状 大小规格 绝缘材料有关 与电量 与几板带的电量 跟电位差无关 这个是求电容器的方法 啊 protective 谢谢大家